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 请到了东药药业的黄鹏博士 黄鹏博士博士毕业于浙江大学 之后在中科院上海药物所进行的博士后研究 现在是东药药业的ADC研发负责人 黄鹏博士加入东药药业后 作为项目负责人 主导了多个生物药项目的研发 黄博士也入选了 上海市青年科技英才杨帆计划 江苏省双创计划等 曾主持及参与了20余项国家省部级科研项目 今天黄鹏博士给我们带来的公开课题目是 ADC研发历史进展及挑战 那下面我就把时间交给黄博士 你如果准备好的话就可以开始了 好的 谢谢李博士介绍 大家晚上好 很高兴有机会能够和大家 就是就着ADC这样一个研发的这样一个话题 和大家聊一下 就是做一个讨论 然后今天分享的这个题目的话是 ADC15的研发历史进展及挑战 然后我是东11页的黄鹏 然后首先的话是一个生命页 然后那今天的分享主要分成三个方面 首先我们就是回顾一下ADC15的一个研发的历史 然后接下来的话 我这边会分享几个以上是ADC15的一个研发的案例 然后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就是当目前来目前的这样一个时代 在这样一个时间下ADC15的研发面临哪些挑战 那么我们首先看一下这个抗肿瘤药物的一个发展的趋势 那ADC15的研发的一个发展的趋势 那ADC15的研发是最大的一个应用症状症 实际上就是肿瘤的治疗 然后那种肿瘤治疗来说的话 这个从整个就是这个全球销售的这个排行榜来说 那生物技术药物实际上就是近些年的话 已经占据了这个一半以上的这样一个 Top 10的这样一个销售额 那么这个在生物药 就这个生物技术药物里边 那这个就是其实是以这个Danklon抗体 为主要的这样一个占比分布 然后那实际上在这个Danklon抗体的基础上 实际上包含比如说像这个双推性抗体 或者多推性抗体 以及说一些这个抗体的修饰 这种的分子 那么这个包括说 其实我们今天主要讨论的这个抗体偶联药物ADC 那么都是这个属于在这个Danklon抗体上 发展起来的这样一个生物大分子药的这样一类技术 那ADC它作为这个生物药里边 或者是说这个抗肿瘤药物的这个抗体药当中 那其实是越来越引起这个不管是研发 还是说这个市场或者是投资 就是引起了这个非常多的这样一个关注 那么我们今天就是来看一下这个ADC要物 它具体的一些的这个特点和面临哪些问题 那我们首先看一下ADC要物的一个分子结构 和它的一个简单的作用机制 我们看左边 那ADC的话 其实是由三个组成部分这样构成的 包含了一个起到一个靶向性的 这个生物大分子抗体的部分 以及说发挥一个最主要的一个效应功能的小分子 这个payload这样一个小分子的部分 以及说把这两者真正连起来 组成一个ADC分子的这样一个linker 所以ADC可以简单看可以分成这样三个组成部分 那么我们看右边以这个肿瘤的适应症为例的话 那ADC它一个简单的作用机制 就是这个是一个一般的情况 就是说大部分的ADC其实还是说通过在这个血液循环过程当中 然后在这个肿瘤表面与这个肿瘤所特意性表达的 这样一个抗原去结合 然后在结合之后 形成这样一个结合复合体 然后进一步的通过一个内化 进入到这个肿瘤细胞内部 然后通过这个肿瘤细胞内的这个不同细胞器之间的一个输送 包括这个安德桑内体 包括到这个细胞体 那么在这个不同的这个这个囊炮或者是这个枪式当中的话 那么可能有不同的这个不同的这个蛋白酶 可能有不同的这个酸碱的环境 通常是偏酸的 那么在这个复杂的一个微环境下边的话 ADC它所就是它所复杂的这样一个pillow的这样一个效应分子 或者是说它这个效应分子所就是所形成的一些这个衍生物 那么会被真正的这个释放出来 然后那根据它的这个pillow的一个不同的作用机制 比如说像微管移植剂 比如说像直接作用DNA的这样一些的这个不同作用机里的这个小分子的类型 那么都可以达到一个对肿瘤的生长抑制 或者是说直接连起肿瘤细胞死亡的这样一个效应 那么与此同时的话 就是说根据这个效应分子的一个这个透模性 或者是质容性的一个差别 那么有一部分ADC它的这个最终的一个活性代谢产物 实际上就是在这个对进入到的这个肿瘤细胞产生一个杀伤之后 那么在它附近周围的其他的这个细胞 也会就是被这个活性分子进一步的这个杀伤 那么也就是说ADC所特有的一个这个bystander 这个旁观者效应的这样一个特殊的一个作用机制 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ADC药的一个研发历史 其实从可以说追溯到一百多年前 那么这个德国的一位科学家Paul Eric 他提出了一个魔法子弹的这样一个概念 也就是说能够实现一个真正的一个靶向治疗 然后呢这个在上世纪60年代 其实也是说结合这个抗体这个技术的一个发展 那么真正提出了一个就是以抗体作为介导 实现这样一个魔法子弹的一个概念 然后呢随着这个比如说像Danklon抗体这个技术的发现 以及说人员化工程改造抗体的这样一个技术的成熟 以及说在化学这一端这个能够就是合成出这种结构更复杂 更加强效的这样的小分子作为payload 那么在这一系列的这个技术进步这个促进下 那么在2000年也就是这个全球在美国FDA第一个ADC25获批上市 真正的概念 然后呢随着就是在此之后 其实连续有多款ADC药物成功的这个进入到市场 能够到目前为止 其实绝大部分都是这个 就所有的其实都是这个肿瘤的适应症 然后呢其实这个尤其是在2018年之后 可以看到其实有这样一大半的这个数量的ADC 都是在近两三年这个连续的货币上市 所以说这个是这个美国FDA批准的这个 共14款的这个ADC药物 这个就是可能直接也用的是这个美国FDA批准的 就是其他的市场或者是国家的话 其实也有这个不同的这个 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ADC 这里就没有再统计进去了 然后呢我们看其实最早这个P的两款 其实都这个在近些年的这个销售上 都已经超过了10亿美金 也就是说都至少说作为ADC药物 也真正成为了一款这个中巴弹弹级的 这样一个药物分子 然后呢其实近些年在这个ADC的这个领域 或者是这样ADC研发的这个管线方向上 实际上各大药企业是纷纷的有布局 那相关的这个交易并购 也是这个金额都是非常引人注目的 那么这张图其实也可以看到 说我们刚刚介绍的这个11款ADC药物 它的这个我们从两个方面 一个是从它这个临床试验的数量上 其实是越来越多的 另外的话我们从横的这个时间上来看 那么实际上 实际上在这个预测的话 在2026年会全球会达到一个164亿美金的 这样一个总体的一个这样一个期望 我相信这个应该是会达到的 然后那就目前而言已经货币上市的几款ADC 其实到时候都会成为一款这个中巴炸弹级的一个药物 那在中国国内的这个对ADC的这样一个研发的趋势 实际上也是同样的 就是说越来越多的药企都在纷纷布局ADC这样一个研发方向 那不管是说从这个信要申报 还是说整个的这个管纷布局实际上是越来越多的企业都在 就是关注ADC这样一个方向 那么我们下面来看一下ADC 他为什么就是这么引人关注 就是大家都非常看好ADC 那首先其实从这个它最直接就是最开始成功的这样一个肿瘤的适应症来看的话 那ADC相对于传统的这个化学质疗 它的一个巨大的优势就是在于它的治疗指数或者是治疗窗口是变大了 那ADC它借助于这个抗体的一个靶向性 以及说在此基础上可以应用更强效的一个也就是说毒性 或者是对肿瘤抑制杀伤更强的一个这个效应分子 那么这样两者结合之下 ADC药物它实现了一个1加1大于2的这样一个优势 那至少说在这个治疗指数的这个上边的话 是明显远远大于这个传统的这个化学质疗药物 对那具体的就是说它的这个最小的有效剂量 和最大的可耐受有毒剂量之间的这个差距 ADC它是变得更大了 然后那依据刚刚介绍的这样一个治疗指数的概念 我们可以把ADC的研发分成几个代次 那从最开始一个这种随机偶连的 然后一个最开始相当于是符合这样一个 ADC概念的这个分子的一个雏形 这样可以认为是一个第一代的ADC药物 然后在此基础上这个经过技术的一个发展 比如说这个Linker更加稳定 以及说这个整个的分子成要性更好 它的这个小分子可以选择更强效的这个配load 那么以这个凯塞拉也就是说TDM1为代表的这个ADC 可以认为是这样一个第二代的这个ADC的技术 那么在此基础上其实还有很多可以改进的这个方面 比如说整个ADC它大值的一个均一化程度 比如说这个Linker的稳定性 以及说整个分子的一个更好的成要性 那么都可以认为是一个第三代 或者是下一代的这样一个ADC的这个分子 那总体上来说就是这个治疗窗口 就ADC而言的话 它的治疗窗口也是越来越大了 那么下面我们再分别看一下 这个几个典型的这个研发的ADC分子 那第一代这个概念的ADC 其实可以追溯到1975年 那最开始首先它是一个选了一个这个2抗体 而且可能很可能其实是还不一定是这个单克隆抗体 那么它的毒素选了在当时的一个这个小分子 并且这个选了一个PGA 这样一个多具骨氨酸的一个Linker 并且是基于这种氨基偶连的 那氨基的话其实就是比如说 包含着这个抗体轻重链的这个N端的第一个氨基酸的 有一个有力的氨基 以及说这个像赖氨酸 那么基于这样一些这个赖氨酸侧链的位点去进行的偶连 那也是一个随机偶连的方式 那么整体这个分子的话 其实就是相对来说 以现在的这个眼光或者评价标准来说的话 分子是不是很稳定 并且活性也是比较低的 但在当时的情况下 其实这个研究结果也是发表在这个Nature上面 它的相对来说 它的对这个小鼠的这个肿瘤的一个抑制还是非常强的 可以看到小鼠它用过这个AGC药物之后 它的这个生存期明显是非常显著的一个增加 那么在此之后 其实经过不断的这个技术的研发和优化 那真正成功的把AGC从一个概念变成一个药物能够货币上市 那第一个药物这个麦洛塔 就是非常传奇的一个一款AGC药物 那么这个它是全球第一个上市的AGC 并且呢 这个其实在十年之后 它又经历了一个退市 这样一个车市 一个动作 并且在退市之后 其实它又经过一些这个优化 一些研发 那么又成功的再次上市 所以说这款第一款的这个AGC药物 AGC药物也是非常传奇的这样一款 那么我们看一下它的这个基本的分子结构 它是一个这个人员化的单抗 然后是通过也是通过安基偶连的 然后是这样一个 这个就是一个中间的这样一个linker 并且中间还包含了这样一个二流件 那么整体这个小分子pilot这一端 选的是一个这个卡奇梅素 那整体上的这个分子 其实相对来说 在即使说按目前的这个眼光来看的话 就是中间的话它是一个偏这个酸敏感 这样一个化学件 那总体上来说 其实从化学结构上来说 其实也算是比较稳定了 对它这个药物的这个问题 可能说还是在于 当时的一些这个临床的策略 以及是CMC方面的一些这个工艺方面的问题 下面我们就是来具体再看一下 这这个是怎么样一个曲折传奇的一个过程 那首先这个曼诺塔 它是在2000年在FDA这个货币上市的 当时的这个适用证呢 是这样一个复发型的CD33阳性的AML的这样一个患者 对然后呢 在这个上市之后的一个 当时是一个这个优先审评了 那在这个上市之后实际上还有一个 验证性的这个大三期 然后在这个三期实验过程当中 发现这样这个曼诺塔 它是会有一个比较严重的 一个致死性的肝损伤 以及说它的这个有效性方面呢 也并不是那么的一个理想 就是没有表现出一个非常显著的一个 这个生存的获益 那么所以这个汇市或者是就是被这个 汇市收购之后的话 就是这个曼诺塔 它在2010年是主动的一个测试 然后也是说非常让人这个敬佩的话 就是说这个测试之后 实际上相关的这个研发并没有停止 那么在这个七年之后 2017年就是FDA又再次把这个曼诺塔 给批准上市了 那实际上可以看到说 这个至少适用证方面 还是增加了一个 然后呢目前来说 这个在中国国内也是已经 在2020年也递交了这样一个 NDA的这个上市申请 然后呢我们再来具体看一下 它这个中间到底是经历了哪些的这个改进 首先我们从这个治疗方案的这个对比上 来看一下 那在第一次首次上市的时候 这个它是作为一个单药治疗的一个方案 那么给药剂量和给药的间隔 其实都是一个固定的 给药剂量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高 并且这个周期也是比较长的 一个每隔14天给药一次的这样一个方案 那么在这个就是经过临床的 这个治疗方案的一个优化 首先包括了这个联合治疗 就联合化药 然后以及说这个单药治疗 从这个治疗的这个给药方式上 它增加了就是把这个具体给药 分成了一个诱导周期和一个巩固的周期 那么从给药剂量上 首先是做了一个降低 然后呢这个给药剂量降低的话 那其实是通过增加一个这个给药的这个 评刺从而达到同样的这样一个相当于总的这样一个豆子 所以说通过这样一个给药治疗方案的优化 那么也真正的使得就是从这个临床试验的结果上来看的话 也真正把这个ADC它的一个优势能够给体现出来 那所以说就是通过这样一个给药方式的改进的话 那从临床最终的一个结果 这样一个非常显著的一个差异 尤其是这样对这个新确诊 AMR的患者 以及说经历过一次复发的这个患者 实际上都是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治疗效果的 那因此的话就是说基于这样一个 相对于化药治疗的这样一个非常显著的一个优势 那么麦洛塔也是成功的再次获比上市 那么除了这个临床给药方案的一个调整 实际上在它的CMC的工艺研究方面 也是有一定的这个提升的 那在这个2000年的时候 实际上它的这个裸炕的含量是非常高的 基本上差不多占到了50% 然后那通过这个对工艺的一个优化 以及说对整个产品质量的这个均匀性的一个控制 那么在这个再次上市的时候 整个的这个麦洛塔的这个大致的分布 以及说裸炕的含量都是 相对于之前的话都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进步 并且的话也是说基于这样一个临床的 非常优势的一个效果 那它也真正的把这个适应症拓展到了一线治疗 所以说通过这样一个分子的这个 再次的成功 其实也体现了药学 以及临床药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性 那对于ADC来说 其实这一点的话也是这个更为重要的 下面的话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 就是相当于这个非常典型的第二代的这个 火联基础的ADC药物 是这个TDM1 就是以凯塞拉为代表的 那东药药业的话也是说基于这个凯塞拉 做了一个TDM1的ADC 就是叫TAA013 它的这个抗体和Linker以及说Talo的 都是和凯塞拉是一致的 就是但是ADC可能说是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 Biosimilar的这样一个指导原则 所以说这个TAA013在中国国内来说 还是以这个创新药的这样一个方式 去进行研究临床研究的 然后那TAA013目前在国内是 临床三期这样一个研发进度 那整个的它的这个裸抗的这个中间体 以及说ADC的原液和成品的这个研发和生产 都是在东药药业这样一个 一站式的技术平台上整合完成的 然后呢我们具体来看一下这个 这样一个第二代的ADC的技术 它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 那我们刚开始介绍ADC 它其实有三个部分组成 包括了抗体小分子弹头配露的和这个连接子 那这三个组分能够构成一个ADC分子 那这个就是它从供应路线上来说 其实有两种选择 那看左边的话有这个蓝色的一个供应路线 也有一个橙色的这样一个途径 就是连接子到底是先和抗体偶连 还是说先和这个小分子配露的偶连 那么这样两种最终都可以生成一个ADC 但是不是真正能够做到这样一个收图同归 是实际上在这个TDM1这个ADC 或者是TA023这个项目研发过程当中 我们发现不同的这个先后顺序 还是有不一样的结果的 那比较直接的就是我们通过一个 这个小分子偶连的这个位点的这个研究 可以发现 其实这样就是Link先和抗体 还是先和小分子连 它最终生成的ADC 这个小分子偶连的位点的这个分布 实际上是完全不一样的 并且同样的其实在这个 比如说这个Linker SMCC 它先和同样的就是先和这个 小分子配露的DM1连接之后 然后再偶连抗体 同样是这样一个一步法的工艺 那实际上不同的反应条件 不同的温度 它的偶连位点实际上也会有一些变化 那对于TDM1这类ADC来说 其实它小分子偶连的位点 是非常重要的 对它的整个分子的一个有效性和安全性 这和它整个ADC的一个作用机制 是直接相关的 所以说通过一个这个有效性的一个考察的话 我们最终了选择了这样一个 两步法的偶连工艺 就是对于TDM1这类ADC来说 这个抗体先和林克偶连 然后第二步再和这个Payload的DM1去偶连 那在这个工艺开发过程当中的话 我们通过一个质谱 可以看到它的一个大致的分布 也就是说这个一个抗体上 连几个小分子 那因为它是一个基于氮酸的这个CG偶连的方式 所以说它的这个分布其实是非常的复杂 有连虽然说平均大值呢 可能是3.5左右 但是从整个的分布上来说 可能有一个抗体连一个小分子 有两个甚至于到这个七八九十个的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我们看到这个右边加了信号的这个 在每个组分的旁边 有一个200多道尔顿的这样一个杂质风的出现 那关于这个杂质风 实际上我们进一步的研究 发现它其实是一个这个胶连副产物 就是这个我们先偶连上的这个Linker SMCC 它和这个抗体链内的这个其他的这个氨基酸 也发生了一个这个内部的这样一个 或者是分子间的一个偶连 那这些这个偶连之后 就不会在偶连上这个相应的配露的小分子了 所以说体现出来的是一个空载连接子的 这样一个状态 然后那针对这样一个胶连副产物的 一个质量的控制的话 我们可以通过一个简单的这个还原的CE 去进行一个这个质量控制 那从这个右边的这个图来说 其实这种这个在还原条件下 它的这个轻重链就是HL 以及说这个重重链HH 它通过这样一个含量的一个控制的话 就能够基本反映出对这个胶连副产物的含量的一个控制 那从这个右边图来说 我们的这个TA013 它在中式规模和这个商业化规模的这个产出的这个样品的质量 和凯塞拉的这个这个杂质的这个控制 基本上是非常的相似或者是说一致的 那TA013因为目前也是说在国内这个三期临床 所以说我们整个它的这个规模的话 是在这个2500克的一个偶来的规模 那它的抗体呢是通过这个2000升这样一个一次性反映器 去做的这样一个表达和生产 那东药药业在这个抗体的部分 就是这个取得住单抗的这个生产的部分 也是采用了这样一个就是perfusion跟batch 这样两种混合的一个工艺 去进行的一个工艺开发和生产 也就是说把这个细胞这个种子扩增的过程当中 我们可以从直接这个25升的一个微物反映器当中 实现一个细胞的高密度的扩增 然后直接一步转到2000升的这个一次性生物反映器里边 去做的这个单抗的一个生产 那这样的话可能每批的这个生产周期 可以缩短8到10天 然后不管是说整个的生产的空间 以及说这个人力的一个效率方面都是有一个提升 那这样一个pbhyper的技术的话 我们也是成功应用到一个 已经在国内货币上市的被发出单抗类似药 以及说我们TA013的这个不同的抗体的项目当中 然后呢我们继续来看这个TA013 它这个我们通过ICIEF 以及说这个质朴都可以看到它的小分子的一个分布 以及说这个平均大值的一个检测 然后呢我们进一步通过一个这个态图 可以看到说TA013 它作为一个ADC 那么偶连上DM1之后 它的这个态图和裸抗 其实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区别 尤其是在更高的这个更长的这个保留时间下 那么从通过这个局部方向图 也可以看出说 它我们通过在这个态段的这个水平上 能够看出它的小分子偶连的这个 位点的一个大致的分布情况 那TA013和这个凯塞拉 也是从这个胎段的水平上 还是比较相似的这样一个偶连分布 那么我们进一步通过一个 对每个这个位点的偶连分布 以及说每个位点的这个占有率 进行一个统计分析 可以看到说这个K的话是代表这个凯塞拉 那T的话呢是代表这个TA013 那通过这样 这样一个偶连分布的趋势 还是比较相似的 然后那同时呢 我们也可以看到说这种 基于安基的随机偶连的这样一个分子设计 实际上它的这个随机性还是能够体现的 就是说它确实是一个随机的过程 有一定的统计学规律 但是具体到每个分子上 实际上还是有非常强 非常大的一个抑制性的 那么通过这样一个TDM1的ABC研发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还是有一些的这个启示的 虽然说这个技术可能是 不是非常新了 但是对于这样一个项目研发过程当中 其实我觉得就是有几点 可以和大家做一个分享 那首先来说 其实虽然是一个随机偶连 但并不意味着说随机偶连 就一定比这个定点偶连的效果差 那这个2019年的一篇 这个研究也表明 其实在不同的这个抗体上边 然后不同的这个配落的小分子 一个组合 实际上如果说定点偶连的 这个定点的这个偶连位点 选择如果不是那么好的话 它的效果可能还不如这种随机偶连 这个是需要去做一个更深入的一个分析的 然后那从左下角的这个一个统计学分布来说的话 其实虽然是一个这个随机偶连了 但是并不是一点规律都没有 它的整个的这个大值的分布 其实还是符合这样统计学规律的 那比如说像我们这个以趋头猪丹抗 或者是DM1这样一个组合来说的话 它其实是更这个大值的分布 更接近于这样一个 薄松分布的一个模型 那如果说这个抗体不一样 或者小分子这个宁可 换了一套的话 那其实可能是另外的一个统计分布的这样一个特征 对那从右边的这个作用机制 以及说相应的一个耐药机制来说的话 其实就是还是针对这样非常 虽然说ADC它的这个机制是比较清晰的 但是整个发挥这样一个机制的流程 或者是这个过程 可以说是还是非常复杂的 那在这样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 一个这个各个环节里边 实际上每个环节都有这个 对它要效有影响的这样一个风险 那么针对这些风险 实际上都是下一代的这个药物 它的一个提升优化 或者是改进的一个这个潜在的一个空间 所以说ADC的研发 实际上还是有非常多的这个 就是静下系来可以去做的这样一个方向 那么不得不提的就是说这个DS8201N2 它的这个成功是等于说也是真正 把ADC的这样一个概念 就是变得这么的异常的一个火热的状态 那从这个8201 它的一个就是去年和今年 这个两次非常重要的这个会议的 会议上边这个临床结构的发表来说 一个是头对头这个比较的话 由于这个刚刚介绍的TDM1 这个优势也是非常的明显 这个非常非常显著的这样一个统计学差异 那么在今年的这个ASCO会议上 也是说不光是在这种褐土阳性的肿瘤里边 那对一些这个褐土低表达的肿瘤 它也是同样有效的 那其实可以说这个DS801 它就是可以说是有了这样一个 甚至于出圈啊 或者是跨界的这样一个 这个基本的这样一个基础能力了 所以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8201为什么能够这么的成功 那从它的这个配露的这一端来说的话 它选的是这样一个脱普 一构酶一支剂类型的这样一类小分子 是一个洗漱碱 这个具体的这样一个分支 那整体的它的这个活性来说的话 其实还是比较强的 就是相对于传统的画样 像这个阿梅素啊 或者是一些其他的 基本上还是说在这种 纳摩级的水平上 虽然说比如说跟这个PBD这些 是P摩级的这个小分子 可能是就是还是差距比较明显 但是相对于传统画样来说的话 也是足够的强了 然后呢关于这个就是 8201它的小分子 这个DSD 实际上可以说 它也不是这样一个凭空出来的一个分子设计了 那其实从最早的这个90年代 这样一个一粒提康它的活性产物 SN38这样一个相关的研发开始 其实对这个洗手碱的这样一个 一类分支的这个分子的不断的优化进步 那么这个DSD 或者是这个一起提康 那么也是被这个发 开发出来 并且其实在这个可以看到说在2005年 也就是类似像ADC这样一个形式 那么也是把这个 这个 这个一起提康 偶连到了这样一个多具物上边 那其实也是体现出了一定的这个优势 只不过整个后期这个分子的这个稳定性 长央性并不是那么好 所以说就是 这个研究也没有更多的一个跟进 但从这个偶连上来说 其实可以看到这个GGFG这样一个姿态的Linker 那么也是这个Linker 也是成功的被应用到8201的这个ADC的构件当中 那这个除了这个Linker 这个STI的这个GGFG的一个Linker 那么在这个就是 列解中间这一段来说的话 这个X它实际上 D13共也是做了这个相应的一个优化和 这个比较的 所以说通过这样一个不同的这个 建格子这样一个SPACER的一个比较和研发 那么包括它的一个大值啊 包括这个聚集体长央性方面的一个评价 那么最终其实是生成了一个DSD 这样一个衍生物的 就是在这个依喜提康的基础上 做了一个这个 这个枪接的这样一个修饰 这样一个衍生物 那么最终就是可以 然后结合了这样一个 核兔拔点非常 程度性非常好的一个 区所住单抗 这样构成了一个ADC 那从整个这个DS8201来说 它的几个明显的优势 一个是小分子 这一端是一个非常强效 并且是有这样一个 旁观者杀伤效用的这个小分子 然后它的这个Linker GGFG斯泰的Linker的 施放效率非常高 并且相对来说 整个这个分子的一个 理化性质方面 就是清水性 输水性都是比较均衡的 然后它是基于这种 就是这个链间的 这个二流件还原之后 这个半光安酸去进行偶联的 这样一个分子设计 它的一个优势在于说 把这个四对二流件 八个游离球机全部占满 那么最终生成的是一个 大值为八的ADC 因此呢 这个整个的分子的这个 均衣性也是更好的 那ADC分子的一个均衣性 实际上和它整个的一个 腰带动力学 以及说整个这个 要效的一个发挥 实际上都是非常相关的 并且这个DHD它的一个 这个相对来说 它的这个本身的一个代谢特征 或者是它这个清除率 是比较高的 那对应着这个相对的毒性 相对来说是比较低的 那从这个分子来说的话 其实可以看出说ADC的研发 并不是那么的就是顺利的 其实是需要经过很多的 这个技术积累的 它并不是一个非常急功近利 或者是说这个很简单的 这样一个随便的一个组合 就可以的这样一个分子形式 那么就是下面的话 就是说再介绍一下 这个旁观者效应 实际上刚刚说到 这个8201 它成功的一个 或者是说它相对于TDM1 能有这么好的一个效果来说 其实非常重要的一点 就是它具有这个旁观者杀伤 但对ADC来说 或者是不同的这个肿瘤的 均匀性或者是抑制性 实际上这个旁观者效应 并不一定都是必须的 有的时候甚至可能是一个 潜在的风险 所以说还是要综合去看 我们的适用症是什么 我们的这个肿瘤的这个具体的 它的这个分布特征是怎么样的 以及说整个ADC分子 它是选择这个可列解 还是不可列解 以及怎么样的一个组合搭配的形式 去做最终的一个选择判定的 而不是所谓的这个 就是一套机制能够应对 所有的这个疾病 至少ADC这个相对来说 复杂的分子结构 它的这样一个特征 就决定了它不可能是 所有的分子都是一样的 这样的一个选择 所以我们再进一步来看一下 那从以上市的这个十余款ADC 它的一个特性分类来说 那目前来说都是以这个靶向肿瘤 这样表面的这个抗原 去选择这个靶点 然后呢抗体 就是也包含了这个 实体瘤和血液瘤两大类 那linker呢 可能是包含了这个 可列解和不可列解的 包括酸敏感的 这样不同的机制的linker 那这个配露的 可能包含微管移植剂 或者是直接靶向DNA的 这个不同的作用机制的 这个配露的 那抗体呢 可能包含了这个 人员化的抗体 包含了这个嵌合抗体 或者是全人的抗体 那都是亚型的话 ITC1 ITC4也都有应用 这个是已经上市的 这个ADC的一个特性的 这个分析 然后呢 其实在目前来说 其实从这个 在眼的这个研发的阶段来看 我们其实整个ADC的这个靶点上 除了直接靶向肿瘤的 那么也有一些这个很 这个创新的 靶向到一些这个肿瘤为环境的 这个ADC 这样一些靶点的这个ADC 也在研发过程当中 包括可能一些这个 这个除了传统的这个 内化的机制的ADC 也有一些这个非内化的 然后呢 从拔点上来说 那其实除了 这个H2 TOP2 这些非常的这个竞争 这个非常激烈这个拔点之外 其实也有更多的拔点 大家可以看到 比如说像H3 比如说像这个 就是很多了 其实越来越的拔点 都可以看到有这个 像ADC的一个开发 然后呢 从这个配露的 这个小分子这一端 其实除了这个 把像 就是对肿瘤的这样一个 杀伤的作用机制的 小分子 其实也有些其他 更新型的作用机制的 比如说像这个免疫激活剂 或者是这个一些这个 诱导这个 雕王的一些的 这个小分子 也都被应用到 这个ADC的这个开发当中 那从这个偶连方式上来说 其实 就是刚刚介绍了 几代ADC药物 那么从最开始的 一个氨基偶连 然后再到这种 半光氨酸的随机偶连 以及说像这种 就是在此基础上 可能说做一些 这个定点突变 那么这个位点更固定的 这样一个 定点二连的方式的ADC 那么整个 它的这个分子的 一个均一性 那么以及说 在这个均一性的基础上 整个的一个 这个腰带动力学 以及说有效性的 这个方面的一个提升 那可能是这个ADC 这样一个发展的一个趋势 那因此实际上 就是这样一个 更均一化的ADC的 这个分子的设计 其实是目前来说 是越来越多的 这个企业都去应用的 这样一个方式了 那从这个均一化的目标 或者是说 这样一个定点偶连的策略来说 我们基于一个 Native Antibody的话 可以采用这个 一个保守的 这个糖金化位点 去做糖定点的ADC 那么也可以做这种 就是像8201 这种把这个二流件 全部占满的 这个大巴的ADC 那么针对这个 蓝氨酸的位点 实际上也可以通过 一些这个氢和态 或者是一些这个 可逆的这样一个 小分子的结构 都可以实现 对这个天然抗体的 一个定点偶连的 这样一个目标 那么这个还可以通过 对抗体进行一些 这个工程化改造 比如说可以定点 突变一些这个 突变成半光氨酸 或者是更直接的 这个非天然氨酸 那么这些突变点的话 就是作为一个 就是下一步的 这个定点偶连的位点 那还可以借助于 这个煤和这个 比如说一些这个 特異性的这个序列底物 这样一个组合 去设计一些 这个相应的 这个偶连位点 那选用的这些煤呢 可能是一个 转态煤啊 或者是一些这个 水解煤转移煤 这样不同的作用机制的煤 那最终的目标 都是说 把这个相应的配露的 能够转移到 这个抗体的这个 对应的这个特定的位点上边 这样都可以产生一个 非常均一化的 一个ADC分子 那另一个趋势的话 就是说 从这个ADC到XDC 就是不管是说 抗体的方面 有不同形式的 这个工程化的 这个抗体 那从这个Paylor的这一端 其实除了肿瘤治疗的领域 那可能还有一些 这个造影剂啊 或者是 荧光标记物 或者是说一些 这个其他的 治疗领域的 比如说像 这种免疫啊 或者是像这些 这个 这种激素类的 或者是说像这个 很多的这个 像一些 糖平质激素 这种的小分子 其实都可以 应用到偶连的 这个里边 那么 对 就是说包括这个 中间的 linker的部分 实际上也是有 更多的这个选择 比如说像一些 这个高聚物 或者是一些 更加清水的 这样一个优化的设计 那总体上 就是体现出这个 就是可能是说 万物皆可偶连吧 这样一个趋势 但但其实 可能说我这边 和大家分享的 也是说 我觉得还是说 要看这个最终的 一个目标 目的是要解决 什么样的问题 而不是说 为了偶连去偶连 就是 其实还是说 要这个 它的一个本质 就是说 通过一个把象性的 然后把这个 配合的效应分子 能够 把象到这个 把点的 这个里边 或者是附近 然后通过这样一个 linker的一个 平衡吧 就是能够 该稳定的时候稳定 然后能够 高效释放的时候 有一定的 这个促进的 这个因素 然后能够 把配合的给释放出来 那这个是解决 这个问题的 这样一个 最终的一个目标 那所以就是 整个偶连的 这个是要围绕着 这样一个目标 去做相应的 一个分子设计的 那整个ATC研发 过程当中 其实也面临了 非常多的挑战 那比如说 像刚才说的 它的组成部分 非常多 那每一部分 其实是有各自的 这个需要考虑 非常多的 这个因素的 那么以及说 其实ATC 它的这个临床前的 一些的这个 研究结果 对后续的 临床的一个 可预测性 实际上并不是 那么高 这个也是说 ATC研发的 一个难点 那么除此之外 这个拔点 相对来说 还是非常少的 那这个 已经被证明的 一些拔点 像喝吐 超不吐 那么这个竞争 都是非常的激烈 但这个激烈 并不意味着说 就是一点的 这个机会都没有 实际上 像这个 凯塞拉 TDM1 或者是8201 实际上都还是 有一定的 这个 不完美的地方的 都还是有 改进的空间 然后呢 包括 从工艺上来说 ADC的这个工艺放大 也是非常的 有挑战 尤其是 从这种 毫克级到 百克级 再到 公斤级的 这样一个过程 那么 这个 会 有一些 这个非线性 放大的 一个 工艺参数 那么是非常 复杂的 那 从整个 这个 就是 后面 CYC研发的 这个角度来说 那 它的这个 相当于 一个原材料的话 分成三个部分 然后呢 每个部分 它的这个研发生产 以及说 偶联 以及 包括它的这个 织剂 成品的 这个研发和生产 因为 ADC 它的 这个结构复杂 以及说 两栖性的 这个特征 所以说 最终往往都是 一个 冻干的机型 那是需要去做 成冻干粉的 一个形式的 所以说 整个的 ADC 它的一个 研发和生产 这个流程 是非常长的 那 从整个的 这个 研发周期来说 从最开始的 实验室规模 再到 中式 再到这个 商业化生产 那么整体上 是会 体现 这个 非常多的 这个 变更 或者是 技术转移的 那 所以说 对这个 整个 项目的 一个 管理来说 需要考虑 它的一个 时间的 灵活性 整个 成本的 一个 适应性 以及说 质量方面 一个 风险 那 所以说 对ADC 的 研发 其实 就是 可以说 是没有 一家 能够 这个 全部 自主 完成的 都是 需要去 和 外部 去通过 一些合作 去进行 这个 下一步的 开发 那 所以说 在这个 CDMO的 这个选择 里边的话 也是 非常重要的 就是 能够 如果说 能够找到 一个 一站式的 这样的 一个 技术服务方 其实是 非常 有 这个 效益 优势 以及说 这个 节省成本的 那 东央 要业的话 就是 是在 这个 苏州工业园医 它 恰好 就是有 这样一个 一站式的 端到端的 ADC 以及说 丹康的 这样一个 研发和 商业化生产的 一个技术平台 那 东央的话 它可以从 这个ADC的 豪克级 到 工筋级 这样的 藕连 和这个 最终 成品的 这个生产 都是能够在 这样一个 场区内 去完成的 那 这是我们 一个丹康的 一个 GMP的 生产环境 我们是布局了 2000升的 这个 一次性 生物反应器 总的产能 是在 2万升 然后 这个 单抗的一个 冠状线的话 是博士的 这个300平 每分钟的 一个产能 那 ADC这边 我们也是 布局了 这个 OEB 5级别的 一个 隔离器 并且 也 这个 在积极布局 一个更大规模的 2成 20平米的 一个 动端机 在明年的这个 第二季度 就能够正式的 投产 届时 这个 生产的 能力 能够达到 5万平 每批 这样一个 非常大的 一个商业化 规模 这样一个产能 那 东耀 其实也是说 愿意把这些 之前的项目经验 和这个 整个的 这个 质量体系 这些的 以及 硬件 其实能够 希望能够 分享出来 能够和 广大的 这个 药物研发企业 一起去合作 那 东耀这边 承接的 这个 CDMO项目 其实也是包含了 覆盖了 ADC 这个 以及说像 这个 RDC 这个 不同研发阶段的 这个项目 那 东耀 它的一个优势 也是在于说 它具有 这个 像 被发周单抗 或者是 013 这个 晚期的 这个 工艺开发的 这个经验和能力 那 因此 东耀成绩的 CDMO项目的成功率 和目前的 这个客户满意度 都是百分之百 那 最终的话 也是说 希望能够把这些优势 能够和大家 进行一个分享 然后能够 为这个 真正 未满足的 这个临床需求 为这些患者 能够 尽快 然后生产出 这种 价格更合理的 这样 治疗效果更好的 ADC的药物 那 东耀这边 希望是能够 以品质 助创新 共成长 最后的话 也是 大家可以 这个 扫码关注一下 东耀的 这个公众号 然后 期待 能够说在 ADC的 这样一个 研发的 这个方向里边 有机会 能够和大家 进行一些 这个合作 谢谢 那我今天的分享 主要就到这里 下面的话 可能说就是看 这个大家 有什么问题 可以再讨论一下 哎 好嘞 非常感谢 黄博 黄博士带来的 这一期 非常精彩的 关于ADC的 一个公开课 之前我们这个 公开课系列 还没有介绍过 ADC 所以这个是一个 非常全面的 一个这样的 不管是入门的 还是一个 对领域的总结 非常感谢 然后您讲课的 过程中 chat里面 已经有很多的问题了 然后我们现在 来看一下问题 这边第一个问题说 请问非内吞 ADC研究进展如何 非内吞 ADC确实是有 有一些 加载布局了 然后 其实也 看到有一些 这个数据发表 整体上 其实确实还是 比较有这个 有这个可行性的 我个人觉得是 包括其实 一些这个 以上式的ADC 它的作用机制 其实也可能 并不是一个 简单的 这个内化的 内吞的这样 对肿瘤的杀伤 有可能 其实也有一些是 可能在 循环过程当中 就释放了 小分子的 这样的一个 代谢特征 比如说 那针对这样的一个 还没到肿瘤 或者是 还没进入到 肿瘤内部 就释放了的 ADC 它也可以理解成 这部分的机制 就是这种非内吞的 所以说 其实这部分 还是值得关注的 好的 谢谢 然后下一个问题说 请问核酸抗体药物的 基础研究 面临的挑战 有哪些 就是 我理解这个问题 是不是问 就是抗体 偶联这个核酸 这样一类的 这个偶联物的 这个药物 对 我也是这么理解的 对 就是 不好意思 我对这类药物 其实了解不是特别多 对 但但其实可能说 就是 主要还是说 首先它是要能够 偶联起来的 那这个偶联起来 它是要还要保证 这个活性 所以说这个是 一个最基础的挑战了 那核酸的话 可能说 对 就是一个是能够 把它真正的偶联起来 那功能不受影响 那这个 在此基础上呢 就是还要 它保证它能够一个高效的释放 那这个 这个是相当于在偶联之后的一个 有效性方面的一个要求 所以说这个可能是 面临大的这个挑战吧 好的 谢谢黄博士 然后下一个问题说 请问指质体 修饰抗体 算不算ADC药物 跟普通的ADC药物 比起来 靶相性如何 哦 对 这个的话 其实 可能说 广义上来讲呢 它也算是 如果是通过偶联的话 那也可以算到是 这一类大的 XDC的这样一个概念里边吧 对 然后呢 其实我们知道 这个指质体本身是 就是有一个这种 被动靶相的一个概念 这样一个特征的 然后呢 抗体相对来说呢 可能靶相性会更明确一些 那这种靶相 指质体 其实也是能够看到 有一些这个研究在做的 那那总体上来说 这个 从载药量 载药量的这个方面来说 会比ADC可能更多一些 那这个 其实我觉得这个 其实关键难点 还是在于 它的这个供应开发了 因为 指质体本身这个技术 就是非常有挑战了 然后在偶联一个抗体 就这个难上加难 对 所以真正 它的一个供应开发 包括这个产业化 其实是 还是有很多的问题的 好的 谢谢黄伯 然后这边 想提醒一下 就是如果大家有想开麦和主讲人 讨论的话 也可以就是后面举手开麦 就是Zoom这边有个功能 然后可以举手 然后我看到的话 会让大家开麦提问 然后我们下一个问题说 还有两个问题是跟PD-1相关的 第一个问题说 ADC会成为新的PD-1吗 说看到大家出各种的me too要务 然后还有一个跟PD-1相关的说 请问老师如何看待ADC和PD-1联用 其前景如何 好的 谢谢 ADC和PD-1联用 其实是很有前景的 对 因为本身的话 其实 从这个作用机制上来说 可能简单一点 其实ADC更偏向于这个肿瘤的直接杀伤 就类似像化药 然后呢 PD-1呢 是一个这个免疫医治的一个 这个相当于是激活了 就是 医治这个免疫医治了 然后那 这个 就等于说 两种不同的作用机制 其实组合起来的话 是有一个 它天然的这个优势的 对 那那其实包括说 ADC它的一些payload 可能说除了对肿瘤的这个直接杀伤 它也有一些这个免疫激活的 或者是一些这个免疫方面的这个功能活性的 那从这个角度来说 与这个大分子的一个联用 也是一个 可能的这个方向 包括其实可以看到很多的ADC 包括以上市的像这个8201 其实也都在跟PD-1去联用 再做一些这个临床 我 就是很期待 能够看到这样一个 临床的有效的这样一个结果出来 然后说这个两者之间的话 就是ADC是否会成为一个PD-1 这样的一个 这个说法 其实 就是可能从基点来看吧 首先 比如说在这个10年前的话 那国内开始就是好多家都在做PD-1的抗体 那其实从这个竞争的这个方面来说 那ADC现在可能是从这个热度上来说 以及说这个竞争的趋势上 这个激烈程度 那跟PD-1 当初的PD-1是有点像的 但首先其实PD-1是一个靶点了 那针对这个靶点 其实可以塞不同的这个抗体的序列 那是不同的这个抗体药 那现在有十多款PD-1的这个上市药物 那ADC来说 其实是 其实它对于呢 是这个单空中抗体的这样一个药物形式了 那其实可能说有不同的靶点的这个ADC 然后还有不同的这个这个payload 不同的抗体 那所以说这个 从概念上来说 这两者就是不是一类东西 对那这个所以说其实 但目前来说 因为ADC确实是 还有很多的问题还没有解决 比如说它的毒性 它的这种这个整个的不稳定性 那所以说其实 等于说这这么多的不确定性 给ADC的研发 是面临这么多挑战 等于说这个风险是非常大的 那所以说尤其是 可能说大家看到的国内企业 可能更多的是一些微壮心了 那就是在这个 相对来说呢 也是说在这个 风险比较低的情况下去做一些改进 那不一定是me too了 可能是me better 如果做的好的话 那如果做的不好 可能是或者运气不是那么好 可能就是me worse 对那这个就是 那但其实关于这一点的话 也是说还是 其实就像我们这个药物发现一样 其实是靠筛选的 那总是要有这个足够的一个样本量 这个不同的这个尝试 然后采取能够有机会 能够得到一些好的分子 能够看到最终的几个药物脱颜而出 所以说这个竞争也好 还是说这种的这个me too也好 其实可能说从这个角度上来说 其实也是一个好事情 至少大家还是认为 至少ADC这个方向是能做成要的 而且这个确实也是说 在这个方向上还是有工作可以做 对 好的 非常感谢 然后下面两个问题是跟您提到的 这个TA013项目相关的 一个问题说 请问这个是什么时候立的像 然后下面一个问题说 这个项目里面如果单抗不变的话 只改变linker和payload 这个取妥诸单抗的工艺 也能直接用到其他ADC项目中吗 是 好的 对 这个立项的时间的话 就是2013年 对 所以尾号就是013这个代号了 然后这个 如果抗体不变这个工艺 这就是说 这个应该是我理解 应该是单抗的这个 本身的一个生产的工艺了 那其实单抗本身的话 其实是 这个 通过前面的一些这个开发的话 一个适用性研究 其实是可以做一些这个 适用性匹配 是可以做这个扩增的 比如说我们一个被罚住单抗 也是通过这样一个工艺去生产的 然后如果是说这个ADC的偶连工艺的话 就是说基于这种烂氧酸偶连的工艺 实际上这个不同的linker payload的 可能说还是要做一个相应的这个开发的 那当然是说可以依据我们这样一个 TDM1的这个平台工艺了 就是说在这个基础上再去做开发 其实等于说是有一定的这个经验了 包括像这种质量分析 所以说这个其实是能够缩短这个开发的时间的 但是就是其实你换了一个payload 或者是linker 它整个的这个分子的性质是 大概率是会发生一个变化的 然后那整个的这个分子性质变了 其实工艺至少说这个参数上 也会有一个调整的 不可能是完全一样的 好的谢谢 然后下一个问题说 非天然的氨基酸的单抗可以大规模的生产吗 对 这个是可以的 其实如果说关注的话 我们这个目前国内也有一个 这种基于非天然氨基酸的ADC 在这个关键二期或者是一个三期的这样一个阶段了 对那至少说从这个从这个案例上来说的话 它这种工艺方式是能够这个大规模生产的 当然它其实是也是同样面临一些问题的 因为这种非天然氨基酸 其实是要通过对这个宿主细胞去进行改造的 它是把那个常规的这个一个中指密码子 改成了这个非天然氨基酸对应的密码子 这样一个基因工程的方式 以及说把这一些这个相应的变转RNA这些导入进去 所以说整体这样改造之后 这个宿主细胞的这个表达量 这个titer其实是会有一个降低的 好嘞谢谢 然后下一个问题说 请问老师如何确定目标小分子 是否能和连接子偶连 这个其实主要是看那个小分子 其实要有一些这个相应的这个官装团了 就是能够用于后续的这个跟linker啊 或者是能够衍生出来的这个一些集团能够去做偶连 然后还不影响它的这个功能 对 那就是因为我本人的话 其实不是一个纯有机合成的这样一个背景 对我的理解就是说 这个小分子要有一个这个至少这样一个合适的这个官装团 然后去做相应的这个衍生化 然后去和这个连接子偶连 然后才能连到抗体上 然后如果是说这种就是连上之后的一个鉴定的话呢 其实最直接的就是从分子量上是一个增加 那如果打一个质谱就看得到了 好的谢谢 我看到现在有一个观众想开麦 提问就这个图像是ZY的观众 您可以现在直接开麦提问 那个黄博士您好 非常非常荣幸已经能听到您这么精彩的那个学术报告 然后我有我因为我是对ADC不是特别懂 所以有几个可能比较naive的问题 第一个的话就是那个您刚才讲到就是ADC那个位点的设计 有可能不有当然之前是随接 现在更多可能是特性设计的 那如果那个link在在那个anybody上面的位点的话 是怎么选择呢 就有什么原则吗 就是具体的一些 因为anybody很大嘛 就是原则什么 这是第一个问题 然后第二个问题的话 那是因为ADC的话 按我的按您的介绍的话 那个最终的话 它要通过andocytosis进入那个包内嘛 那如果这样子的话 是不是那个anybody比较小的话 会效果是不是会更加好呢 就如果延伸出去 就是你刚才说的就是 mini antibody或者noto antibody这种的话 用这种来做的话 是不是效果会更加好一点 这是第二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的话就是 我看到就是现在做那个人员化的蛋抗的时候 有些其实虽然蛮多的是做的是抹表面 target是抹表面的蛋白 但有些现在在临床上试验 其实也target在包内的蛋白 就是咱们这个ADC的话 是不是仅限于这个anybody 一定是抹表面 细胞膜表面还是说 其实在包内的蛋白也是可以尝试的 这三个问题 谢谢 好的 这个非常好的问题 对 然后第一个问题 其实关于这个偶连胃点的选择 我个人理解 其实并没有说一个原则 或者是说这个很好的一个建议了 其实更多的呢 还是首先是这个胃点能够偶连的 那从技术上 这个要先能实现 那比如说像刚刚介绍这种半光氨酸 或者是蓝氨酸 那其实可以做这个定点的一个设计 然后呢 怎么去考虑这个 这个连的这个位置行不行的话 其实 就目前来讲 可能更多还是靠这个筛选了 就是你都连上去 然后产出不同的几个分子 比较一下 它的这个体外呀 体内的一些这个水平上 它的药效好不好 或者是它这个 PK这个是不是 比较好 还是说很快就被 这个清除了 对 可能更多的还是基于这个实验结果的一个比较了 对 对 对 然后这个 那个 然后后面一个问题的话 是说这个抗体如果说变得小一些的话 就是 这种 比如说 Nanobody 或者是一些这个更小的 这个抗体形式 其实 可能说很多老师 其实也有在做这个PTC的 就是基于这个多态的一个欧连 那可能说比这个抗体更小 那那其实这个 其实是有它的这个应用场景和它的优势的 对 但其实比如说跟这个传统的antibody 完整的抗体去比的话 至少说它的这个半衰期是变短的 就是 因为抗体它有一个FC嘛 它有一个天然的一个 这个长循环的优势 所以说 这个方面 就是 看从几个方面去理解吧 比如说如果是把它ADC当成一个靶向的化疗来说的话 那它除了一个靶向性 其实还有一个 长向 四向缓式的这样一个 就是 特点吧 对 那但如果是抗体变小的话 其实是 也有一些这个影响的 但但从另一方面 比如说对这个 尤其实体流的这种穿透性 其实这个分子大小 这个尺 这个尺度 它这个 直径来说的话 其实越小的话 穿透能力肯定是越好的 所以这个可能也是一个平衡 或者是 具体的适用证具体去看了 对 然后这种就是比如说靶向细胞内的一些靶点的话 这个可能说 其实是可以考虑的 但但其实也是说要从它的一个给药形式来看 比如说目前来讲都是这种静脉注射给药的 那它就是进入到血液循环里 那这个在这个过程当中 它怎么能够进入到这个肿瘤细胞内 这个可能是个问题 对 所以说可能考虑说 所以说可能考虑说比如说在这个抗体上做一些多功能的设计 用一些这个多功能抗体 可能既靶向到这个肿瘤细胞内的一个靶点 可能是也是可以 估计是可以实现这样一个功能吧 谢谢 谢谢黄博士 好的 好 谢谢那个叶祖博士的提问 然后谢谢两位的讨论 那我们再回到chat里面看一下chat里面的其他问题 下面一个问题是说 请问一步法两步法的体外体内差异原因 是偶连的位点不同造成的吗 是的 对 就是这个一步法两步法的这个 其实最主要的区别就是偶连位点不一样了 那由此产生的这个不同的 读性也好 还是说有效性的这个方面 以及说这个小分子脱落率实际上都是不同的 其实从这个 可以说它本身做出来的就是这个偶连位点是差异最大的 然后呢 为什么这个偶连位点不一样的话 其实是在于说 因为抗体表面这个 其实每个蓝氨酸 它并不是完全都一样的 其实在不同的这个 立体结构当中 它这个每个蓝氨酸附近的这个化学位环境 它的容积可接触表面也是不同的 那所以说其实 考虑到这一点的话 先连一个小的linker 还是说先连上一个连着这个后面DMI的这样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小分子 它的这个连的 一方面是这个化学位阻了 另一方面可能是有一些这个 轻件啊或者是这一类的这种具体位环境的一个 这种 这个 非控价的这个相互作用的这个影响 所以说会导致最终的一个偶连微点的不同 然后就会才会造成其他的这个差异 好的谢谢 然后下一个问题说 有没有全新设计的特异蛋白偶连药物分子的相关进展 这个其实看怎么理解了 就是说 全新设计 其实就包括像刚刚分享的 像那个DS-801的这样一个分子 其实可能说如果之前不关注呢 那那可能出来就是一个全新的 但其实这种并不是这个凭空产生的 它都是有一定的这个研究基础的 它都是在一定的这个前面的这个基础上去做一些优化改进的 那 导致说其实都是这个成功吧 都是踩在前人的这个经验 这个肩膀上去这个完成的了 所以说其实 就是 如果真的就是静下心来对这个 做一个调查或者关注的话 其实 都都是一点一点的在这个进步 并没有说一个凭空的一个特别创新的这个出来 好的 谢谢 我也特别赞同 然后下面一个问题可能和我们前面 那个问题就是纸质体 都是ADC的那个相关 这个说纸质体的公益开发难点在哪里 MRI疫苗后批 不算是解决了质质体工益开发的问题吗 因为我不是这个行业的这个研发人员 所以我就只能就我自己的这个理解去做试试着回答吧 智质体的公益 主要我觉得还是它的一个质量稳定性方面的 就是因为它是一个纳米药物嘛 那这个 这种纳米粒药物它的一个分子尺度 这个 这个均一性分布 其实是挺难控制的 尤其是在这个公益放大的过程当中 对它并不是一个很均一化的这样一个分子 对它它不是一个分子 它是一个更大尺度的这样一个 一个纳米粒了 那所以说它这个分布的控制其实是比较难的 我的理解 尤其是传统的这种化药质质体的话 它这种包风率啊或者泄露率 实际上是需要考察的 然后那MRI疫苗的这个货批 其实可能说还是看怎么看这个 就是不能是以这个个例 或者是极端的例子去代表整个行业了 我是觉得 那其实货批的这个MRI疫苗毕竟还是少数的 但并不意味着这个知识体供应开发就没问题了 或者说所有的这个MRI疫苗都很顺利就可以做了 可能说还有很多问题来解决 那比如说像我们今天讨论的ADC 并不是这个十余款货币上市就 这就代表ADC就完全没有问题了 实际上如果真的研究的话问题还非常多 好的谢谢 然后下一个问题说单抗把点药物是不是都适合开发ADC 就您可能在channel里看不到是一个人私信给我发的 其实也是说要看不同的那个把点的吧 比如说如果是这种主流相关的TA的把点的话 那理论上是可以试一下的 那比如说像刚刚讨论的这个PD-1 那可能就不适合 那当然也看到有这个PD-1为把点的ADC了 但就它的这个配体这个PD-1这一端的话 应该是肯定不太适合传统的这种毒性的ADC的开发的 好的谢谢 然后下一个问题说 请问RDC药物前景如何 把点的选择上有什么要求 RDC药物其实现在也是越来越多的这个人 关注到这一块了 对我理解应该就是说 基于那种放射性核素偶联的这一类药物了 然后呢 这一类的话 因为其实它主要是靠这个放射性核素 去对这个细胞的杀伤 其实有点类似像这种放疗的一个 把相性的放疗 所以说从这个把点上来说 可能就是和ADC还是有些这个相似的 就它也是要一个肿瘤跟这个正常组织 有一个差异化的表达量 然后可能它跟ADC的这个思路 还不完全一样 对 但至少说这样一个前景的话 我觉得还是值得关注的 对 但这一块 因为可能说涉及到核素了 那这个整个的一个资质方面 因为大多数还是说 在这种医院里去进行一个 最终的一个偶联配置的 就是把这个核素偶连到这个药物上 对 那不管是说从这个 就是这种资质上 以及说和操作性上 实际上还是 这个真的还是说 现实当中有很多问题需要去解决的 好的 它不像一个ADC药物就是直接灌到瓶子里 就直接可以去溶解就注射了 它还是有一个 大多数还是要有一个配置的这样一个操作的 好的 谢谢 然后我们现在还有两个问题 这个观众感觉是 也是一个对ADC非常在行的人提了很多问题 我感觉已经超出了我的知识的那个圈子了 我快连问题都读不懂了 就下面一个问题说 Click如何出铜 其实也有一些 这个Click反应 这种点击化学的 其实是可以不依赖于这个金属离子的 对 可可以考虑用一些这一类的 可能更 就工艺上可能会更友好一些 对 如何出铜的话 这个 这方面说实话 就是没有 对这个具体的这样 这个经验了 对 我接触到的这个Click反应 都是不需要金属离子吹化 对 好嘞 那如果这个观众对这个方面有什么可以跟我们分享的话 也可以举手 然后可以开麦提问 对 然后下面一个问题也是这位这位观众的说一般SMCClinker引起的脱落程度有多少 这个的话 其实可能说也是要看具体是连什么分子 然后以及说整个的其实影响它这个脱落的因素很多了 包括你的致机的一个稳定性 你的这个致机工艺的一个开发的这个 一个水平 还包括 就是怎么保存了 就是很多因素影响这样一个脱落的情况的 还包含前面的这个偶连位点的一个因素 就是在别的不同的地方它的这个暴露 这个就是倾向性也是不一样的 如果是很这个表面的这个容器接触很多的这样一个位置的话 这样一个偶连位点 那相对来说它可能会更容易脱落 对 然后这种就是比如说就我们之前讨论这个TA003项目来说的话 其实整整体上它的这个脱落程度并不高 对 就是我们在这个长期稳定性的这个检测过程当中 其实整个大致也好 还是说这个FlyDrag其实基本上是不太就是没有特别显著的一个变化的 好嘞感谢 然后暂时我们这个chatbox里面没有新的问题了 大家还有没有现在想到的来不及答字 可以直接开麦提问 那我们今天公开课就先到这边 最后再次感谢黄博士带来的这一趟非常精彩的关于ADC的公开课 也感谢大家这么积极的互动提了很多问题 那我们下周末再见 拜拜